随着主裁办王靖的一声哨响 这场比赛已经是正式的拉开战幕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腾讯体育为您直播的2021赛季 中超联赛第二轮苏州赛区大连人队对阵河北队的比赛 崔林边线球制进来 包林尿再把球交给崔林 好的 好球 大连队的防守 二号汪靖贤 汪靖贤这一下防守还是充分的显示出了自己的经验啊 对 这球全场抢下来了 看着马尔康 射门 马尔康这个球自己强行打门了 王靖贤这边上来了 王靖贤 向进去内突破 这球横向我门前给 结果这个角度打得太靠近了 对 这有点太勉强了 王秋明观察队友的位置 宁耀转身 保林尿再给马尔康 闪开单边三个好手 打在门柱上 比赛打到了22分半 马尔康的射门打在门柱上 这波进攻还没有结束 这边路随理 王靖贤 漂亮的防守 这球直接拿了下来 马尔康现在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感觉 在校准自己的射门靴 塞射门那次 打的不错 张冲把这个球打出了危险区域 马尔康一下没有能够领到 这球来看裁判怎么吹啊 吹了一个定位球 马尔康这球直接打门 打得太高了 马尔康这球的助跑的距离不长 然后呢 他是想用脚腕去兜一个弧线 对 而且他这个力量啊 球速都不高 塞尔纳内斯今天主罚脚球的几个点 显得过于几种 保际尼奥左脚 观察队友的位置 传中球给进去 这个球 哎呀 自己人挡过来 塞尔纳内斯的射门被廖维给挡了下来 看看反击 传球了 看一对一能力 打门 直接打门 这球还是挺有想法 其实大连队啊 在进攻上 其实陶强龙可以做一下调整 陶强龙这个队员还是非常有特点 大连队还是 后点 打门 还射 这球打在了汪尽显的怀里 这河北队下面场一开场有点放松 我这个是传中球啊 还是直接要掉门啊 好球 崔林 右脚传中 二点球 往前面 应该张成栋射门 给张成栋射门 但是一分不是很解渴 保龄尼奥这球 董延峰倚住了他的身位 保龄尼奥没有办法转身 外卫的队伍 小野 李宏博的打门 距离更近 角度又往回拉了一拉 大连队之前的几个角球 落点都显得稍稍有点单一 都是往后点去打 看看这球是不是能够变换一下 这球打了前点 效果还是不太好 5255 可以可以打525 角球直接顶出去了 两边今天角球次数获得的不少 但是谁都没有能够利用角球 去制造出直接的进攻威胁 突破到底先附近 有三角的回船 这一球错进错出 打在球门力中上 这个球 大连队的防守球员 赶紧把这球给破坏到了对方的半场 可能 萧尹也是在找裁判 那个传中球说是打手上了 走向 点球 点球 比赛打到第78分钟 在视频助理裁判经过了反复的查看 然后主裁判又到场边观看画面进行了确认之后 判罚了点球 看一下马尔康站在山马点前 还是一样啊 猪跑的距离不长 打门 打球 对球马尔康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张车 将皮球稳稳地送进了球门 尽管这场比赛 在状态上 马尔康还没有达到一个百分之百的水平 但是主罚点球对他来说还是显得非常的轻松 你希望通过比赛吧 提高他这体能 因为中超联赛按着疫情情况下 国际足联的指导型换人 一场比赛可以换五名球员 但是这五名球员呢 你需要在三次人员调整当中来完成 现在两次换人已经进行了 都是每次只换一个球员 看看 打门 来直接地脚打门 地脚球打得势大力尘 但是准星还是没有能够校正 26号崔明安 打得太高了 还都是很遗憾的 两场比赛 上一场比赛输球 这场比赛落后 但是都是一个球 然后自己的丢球呢 上一场比赛两个丢球 其实都有运气的成分 然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又是一个略带争议的点球 这个球 应该打连队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守球了 应该裁判还在沟通 还在沟通 裁判没有看 比赛55分钟 但尼尼尔森这时候已经上去了 打开 与别录 把船中质量 船中球再打进去 后点 向黄欢点给身后的队友 船中球 好的 没迷水围棋 打门 大连队队的门将索性也不回去了 张冲依旧是在对方的进区内 增加本方的进攻点 帅的传中球 这球其实正面让过去的话 张冲的位置还说不定 真能够白腿完成打门 赵徐日 后点 想在丹尼尔森之前 沟通的拳顶出来 张冲的打门 打在了自己队员的身上 外围再送 传中球再送 该吹了 当球权回归到沟通队脚下的时候 主裁判王靖 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这样的话 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 在第二轮 苏州赛区大连人队 对阵河北队的这场比赛当中 河北队最终 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 是凭借着马尔康的点球命中 还是比较艰难的 击败了大连人队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